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0月21号星期五 日本日经新闻日媒分析 说中国和日本如果开打经济战 如果中国要是打台湾的话 日本肯定不得不跟着美国一起跟中国打经济战 如果跟中国打经济战的话 将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 首先来讲 2020年日本从中国的进口额占日本全部进口额的26% 有四分之一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比美国还要大 超过美国是日本最大的进口的国家 那么如果从中国进口的零部券中断两个月 就只要停两个月 不用说完全停掉 就停两个月的话 那么首先来讲 价值差不多是14000亿日元 1.4万亿日元 那么如果中断两个月的话 日本就无法生产加入电器 汽车 树脂 服装和食品 因为库存可能能支持个一两个月 但是如果连续停两个月的话 就完了 就全停了 那么这个价值是多少 因为你要明白 就是说你虽然只是中断了1.4万亿 只是中断这个 比如说这个手机 你买一个手机 对不对 然后中国可能造了这个外壳 对不对 但是由于你没有这个外壳 这手机能组装出来吗 你组装不出来 你懂了吧 那么由于这个的话 就会导致价值的53万亿日元的生产值 将全部消失 制造不出来 有53万亿 虽然只有1.4万亿进不来 但是53万亿都造不出来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日本 每一年国内生产种植GDP的10%就没有了 直接就完 GDP直接减10% 如果家用电器和汽车等80种主要产品 停止从中国进口 改为日本国内生产 或从其他地区进口 那么成本每年要增加13.7万亿日元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东京证券交易所 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的制造业企业 所有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制造业企业 总利润的70%就没有了 然后日本的个人电脑价格将上升50% 智能手机的价格将上升20% 价格上升程度造成的通货膨胀会比乌克兰危机造成的通货膨胀要大得多 但是乌克兰危机没有造成过多的通货膨胀 这次主要通货膨胀是因为美国美联储 在去年的时候 当然我们都说你这么搞下去 一定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但是不听 死活一定要胡搞 这种玩病的炼化宽松导致的 主要是来自于这个 所以只不过他现在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普京 推给乌克兰 为什么能避免任何人 能不避免呢 就是希望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普京 找个替罪羊 就是美国好不好 世界好不好 没关系 只要有人当替罪羊就行 然后日经新闻 9月份对100家日本企 对100家的日本企业家进行调查 96%的人都担心 都认为台海要出事 到了 还是基本上 我再想另外那4个 因为100家了 96%那96 那另外那4家在想什么 不知道 真的是不知道在想什么 然后呢 2%上次那个 那个哪儿做那个调查也是 说这个台湾如果宣布独立了 那中国打不打 然后74%的人的专家都认为呢 这个中国呢 肯定会这个开干 有26%的专家认为不会 没想那26% 人家倒也在想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真的是 好吧 然后82%的日本企业家呢 有或正在考虑针对呢 中国武统台湾呢 就是说出现这种情况 要采取什么措施啊 嗯 然后日经新闻呢 也在调查 就是说呢 在这个日本的这个企业啊 不是日本的 全球 全球1万3千家企业当中啊 与2009年底的平均股价做比较啊 在中国如果生产的产品啊 在中国销售的比例达到5%的 到75% 就是说一半到4分之三 都是要在中国去销售的 要卖给中国的这个企业的话呢 它的股价比2009年年底的时候 已经低了10% 因为现在大家都认为了 中国如果最后一开干的话呢 呃出现这种经济封锁 你就干不了了 你就好像现在这个 门江劳啊 星巴克 现在不都退出 俄罗斯吗 都都换壳了吗 换了一个白药套吧 但你就会受影响吧 肯定受影响 对吧 那么如果在中国的销售比例 在25%以下的企业 股价呢 就上升了呢 60% 从2009年开始 到现在啊 所以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 呃 日本可能跟中国打一场冒 打一场经济战呢 估计是这个在所难免 中国一定要无法强败 96%的日本企业家呢 都是这观点啊 那么从现在开始 日本企业就要想办法 开始怎么办 去中国化 不然的话呢 会非常的悲惨 大体上如此 但是说实话啊 呃 我看了看这个意思的话 呃 日本想要避免这个问题 可能需要三到四年 甚至五到十年 去做准备 那么老共如果在两年开干的话 日本怎么跟中国打这场经济战 就跟美国一样 美国的智库说 说要要开干 美国只要参与的话 那么美国就这个 这个要这个什么 要呃 损失一半的这个战舰 损失一半的这个飞机 那你不说我看完之后呢 那美国就不想打了呗 对不对 然后 说我这想起来 这精神病患者啊 我跟你说 天天的 我在这边看精神病院一样 想起来 今天啊 有一个一个哥们来留言 留言啊 他这么说 他说 他还是比较客气啊 比较客气啊 他说呢 这个 您好啊 从头到尾都中了 都是您 还比较客气啊 说这个 您好啊 您在这个 这个 说着一直收看您的节目 近期觉得您的认知 偏离现实呢 过多 说呢 别再吹俄罗斯了 我可从来没有吹俄罗斯 我都是实话实说 对不对 他说 俄罗斯的常规经历 连北约支持下的波兰都打不过 这个呢 就 波兰太小了 你拿波兰 他跟乌克兰不一样 乌克兰太大 乌克兰又大 人口又多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乌克兰在北约的支持之下 能躺一躺 波兰的话 波兰 我看 嘿 Siri 波兰的人口是多少 哦 波兰有3800万人 波兰有这么多人 是吧 那可能还行 不过波兰土地面积 是不是有点小啊 嘿 Siri 波兰的土地面积有多少 波兰的 哦 波兰的土地面积 现在有32万平方公里 好 乌克兰的土地面积有多少 乌克兰是60几万 哦 波兰有乌克兰一半的大小 那行 那好 那这个 我这样啊 虽然就是说 跟乌克兰比起来 还有差距 但这个 我们勉强 我们就给你支持了 但是说实话 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是在2014年的时候 知道吗 俄罗斯打乌克兰跟玩一样 那个时候不要说 俄罗斯的政贵军打乌克兰 乌克兰那时候出问题 就是说 从乌克兰部队里边 就是开小车跑出来了 跑到乌东 来支持这些 说俄罗斯的游击队 打乌克兰的政贵军 都跟玩一样 抽了他们 就是说满地找牙 乌克兰是从2014年之后 由北约帮乌克兰 培养了十几万 这种亚素营 这种疯子部队 这才到现在 才挺住了这七八年 但波兰有个问题什么呢 它没有2014年的准备 所以波兰现在的战斗力 跟2014年的乌克兰差不多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突然开干的话 我不认为它行 如果就是说 比如说今天 俄罗斯先打了波兰一下 然后走了 隔了七八年之后再来 那就有问题 因为它准备了七八年 但波兰怎么着 就这个来讲 我勉强 我都算了 打不过波兰 好不好 然后后面接着说 风又在后面 说 如果俄罗斯 敢动用核武器的话 被北约反击 那就是死路一条 我告诉你 俄罗斯如果在乌克兰 用了核武器 法国总统马赫龙 说的非常非常清楚 俄罗斯在乌克兰 用核武器 对法国的利益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法国绝对 不会反击的 绝对不会扔核武器的 至于 如果俄罗斯 用了核武器 你再派常规部队过去 你那个 我擦 说被北约反击 就是死路一条 即使最后升级到核战 俄罗斯也是毫无胜算 我不知道 核武器 我最后给他的回言 我回复的时候 我说核战没有胜负 没有胜负 双方保证毁灭 而且我告诉他 我说一旦开启核战 最后再说 最后再说 你看 就真的 我就觉得 这东西看久了 我真的 我真的担心 我最后就 天天跟精神病人聊天之后 最后担心我精神有问题 你知道吗 他说 如果升级到核战的话 俄罗斯毫无胜算 北约有能力 在核战后 攻入莫斯科 一场核大战 两三百颗原子弹 在俄罗斯扔完了 俄罗斯最后寸讨不升了 全都是核辐射 我不知道你进莫斯科干什么 你派常规部队 进你干什么去 让你常规部队 去吸点核辐射去 是吗 你在一场核大战之后 最后大家都打成了寸草不生了 你我不知道你要 你那时候 你派常规部队进莫斯科 你那时候还能找得着 莫斯科在哪 我估计 莫斯科都已经没有了 已经不存 莫斯科在你的梦里 你在你的梦里 进莫斯科吧 神经病 和一 北约有能力 在核战后攻入莫斯科 而俄罗斯没有能力 攻入任何一个北约国家 俄罗斯有他妈六千多颗原子弹 你知道什么概念吗 而且俄罗斯是小型化 小当量战士核武器做的最好的 因为俄罗斯复权辽阔 人口又没有那么大 所以他很担心将来有一天 就要在本土 要用小当量的核武器 所以俄罗斯小当量核武器 做的是全世界做的最好的 打常规战的话 说实话 俄罗斯可能现在打不过很多国家 这是事实没问题 打核大战就不一样了 俄罗斯是从苏联时期 就这个观点 就什么观点呢 就是说 就一排两散 俄罗斯听过前我讲过 根本就没有听 我都怀疑这哪来的 精神极不正常 俄罗斯是什么 就是说他在苏联时期就发现了 经济搞不过美国 跟美国发展成为武器 搞军军赛没有用了 放弃这个了 俄罗斯那时候就有一门心思 搞核武器 我就跟你保证毁灭 知道吗 就是你别跟我打 你只要跟我打成为武器 我就放弃了 我不跟你玩了 咱就直接来核干 知道吗 我们就玩命的 战斗民族 就直接给你拼击 咱就拿原子弹 保证互相毁灭 我又以此震慑 你不敢打我 从前苏联就这套路的 你知道吗 所以打常规战不行 但是六千多个原子弹 咱说起来 他就最傻逼了 最后打不出去 把六千个都扔自己脚底下 地球结束了 地球不就结束了 对不对 就朝着自己脚底下 扔六千个 全都扔在自己家了 不也结束了 这场战争就结束了 你也不用找莫斯科了 你去找月球 找火星的了 你还找什么莫斯科 还要勾住莫斯科 我都不知道怎么想的 真的是 所以他说 俄罗斯面临的 不是输不输的问题 是输多少的问题 而不是输赢的问题 不知道你对俄罗斯 军事实力的认知 从何来 从那六千都和核弹头来的 我跟你说 我从头我就说 你一个非核国家 你就不太可能能打得赢一个有核国家 但是现在有美国和北约在背后支持 我承认北约有很多核武器 美国也有很多核武器 但是美国和北约 如果你傻逼到了 你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扔了一颗原子弹 然后美国和北约会把原子弹扔到俄罗斯去 我觉得你这不是傻逼 你是疯了 你是你不是智力有问题 你是精神有问题 你有精神病 我告诉你啊 俄罗斯往他妈乌克兰扔了一颗核武器 拜登要是能派一辆自行车去俄罗斯 我把那 我把那辆自行车吃了 行不行 我别吃了 我也吃不了 那车是吹牛逼 我把那辆自行车舔了 行不行 我舔那辆自行车 这行了吧 他能不能派那辆自行车过去 都算我的吗 他不会派一兵一卒过去的 俄罗斯不管怎么打乌克兰 拜登都不会派一个人骑个自行车过去 一兵一卒都不派 任何原子弹我不 他说您之前说 说台湾一旦爆发战争 俄罗斯会入侵立陶宛 美国首尾不能相顾 这个我其实有点开玩笑说的 对不对 我说的 因为立陶宛 他不是不让俄罗斯运东西吗 你知道吗 好吧 就算吧 咱就算是 说美国首尾不能相顾 更是建立在俄罗斯强大的基础上 然而恐怕俄罗斯常规军事实力 已步入北约体系下的波澜 而核武能力严重怀疑 跟北约对轰能成功发射多少 北约的智库已经做过兵体推远了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不是我说的了 当然 你觉得我不懂 对不对 北约那么多军事专家了 北约军事专家说了 说北约如果跟俄罗斯打核大战的话 说是多少 是五个小时之内 说是会死 有的说 说整个欧洲会死 七千万到九千万人 是吧 这个反正是欧洲的军事专家们说的了 对不对 但是你要再不服呢 你就去骂他们就多了 我就不想说什么了 对不对 这跟我没关系 好吧 然后说 不打核战 普京等领导层尚可能保住性命 一旦开启核战 就等着莫斯科被占领 成战败国 打完核战之后 就这么不明白 他为什么认为 他把核战争想成一个常规武器了 你知道吗 就是以前有人问过安因斯坦 说能不能预测一下第三次世界大战 安因斯坦说 我预测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但我能预测第四次世界大战 说第四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我们又重新回到扔石头和扔长矛了 知道吗 我不知道 一场全球的核大战打完了之后 然后你要去莫斯科占领 占败国 他说 等到核大战打完 俄罗斯就已不具备牵制美国的军事实力 我不知道 核大战打完之后 俄罗斯就没有了吧 我估议一下 就没有俄罗斯人了 没有俄罗斯这个国家了 你知道吗 他们这个核大战 他是双方保证毁灭 他不是把核武器都扔在本国 他有很多呢 是在什么这个飞机上 潜艇上 你知道吗 所以 而且是这样 就是说你的核武器一打出来 他认为他有可能多大打击之后 他就会一起扔出来 你知道吗 那六千多颗一块扔出来之后呢 他不用扔六千多颗 他扔个一千 算了 我主要的目的不是要跟他辩论 我主要目的是告诉你们 为什么我要这个观评论 就在这儿了 就是说真的 你要明白 作为一个精神病大夫 我要我要自保 我要保护我自己 你懂吗 所以我给他回了这么两句话 我说核战的没有胜负 不分胜负 双方的保证毁灭 一旦开启核战的话 就是说如果俄罗斯真的打朝乌克兰 打了核战之后 美国和北约马上退出 跟马克龙说那句话一样 跟我没关系 我说但是这个呢 我说我估计你应该是理解不了了 但是这个已经跟智商没有关系了 这跟精神稳定性有关系 这个 我真的是不知道说什么 你们 你们就你们绝不觉得 就是说这种这种东西看多了之后 他对人的这个智力 对人的精神都会有影响 那为什么我就及时的就是说 观评论然后屏蔽这些人就在这了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你知道吗 他们就是说精神病的这个医院的医生 也经常要倒倒班 你知道吗 就是去休假 他就在这了 你知道吗 他有的时候 他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会认为一场核战争之后 然后美国和北约的常规部队 就冲进莫斯科活捉北京 然后活捉普京 然后普京就成俄罗斯成外国了 我真的是 算了吧 好吧 那这期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